这是一道快手的 简单的小菜 没有厨艺基础都是完全可以做的材料调料都很简单 色泽鲜艳 营养也很丰富的 把大白菜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我这个大概用了五片 用清水反复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备用 胡萝卜去皮切薄片 再改成粗丝这个呢 建议 一定要用手动切出来的口感会好一些 放一个大一点的盆里面 一大白菜横着切成四二斤条对半破开 也切成粗条 都放进盆子里备用 放上花椒 姜蒜泥和少许的盐 搅拌均匀 腌一小时 要吃的时候挤干里面的水分 调上少许芝麻油 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装盘就可以吃了 一道快手的又香又脆的腌菜就做好了 您应该要吃过 是的 吻 哦 烘